哈喽大家好,我是花崴克的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蟹爪蓝怎么样才能更加茂盛 那蟹爪蓝呢,它本身是 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它比较耐旱 平时呢,不仅是夏天 它休眠的时候要给它控制浇水 那平常呢,我们也要给它控制浇水 即便是春秋生长季节 我们也要本着不干不浇的原则给它浇水 那养花先养根 所以我们根养好了 蟹爪蓝就会长得非常壮了 因为它是非常细弱的根 所以我们在配土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疏松透气的土 千万不要用那种特别板结的泥巴土 这样呢,根细五在里边 非常非常容易烂 那我们可以用比较疏松的 比如说松针土啊 还有就是腹叶土啊 掺点珍珠盐啊 或者是一些路兆土啊 麦粉石啊,这种颗粒掺进去 让它呢,浇水之后 大概过几秒钟啊 过个五到十秒多余的水 就从盆底流出 那种土就是非常适合养蟹爪蓝的 同时呢,我们建议啊 在每年春天 蟹爪蓝看花以后 我们给它换一次盆 在盆底呢 给它撒一点点腐熟的羊粪肥啊 鸡粪肥啊 做一个底肥 这样呢 蟹爪蓝长得会更加有劲 更加旺盛 那还有一个方面呢 想要让蟹爪蓝长得更加旺盛 就施肥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底肥 那平时的追肥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看我这盆蟹爪 它盆面呢 有很多小小的这种颗粒状的 一些缓湿肥颗粒 这种缓湿肥颗粒呢 它不上根 我们可以每隔两到三个月 在它盆面撒一层 等到什么时候看到它这个颗粒消失了 我们再给它撒一次 这样为蟹爪蓝补充肥力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 给它追一些水溶性的塑效肥 比如说在长叶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长叶子的时候 就用这个花多多一号 等到它接近开花了 快要开花了 比如说秋天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用花多多二号 这样呢 因为花多多二号是零甲肥 然后花多一号是复合肥 所以在长叶的时候 就要是复合肥 缺化的时候用零甲肥 那基本呢 这种就是一克兑水两千倍 给它灌根 兑水一千倍呢 给它正反面去喷叶子 其实蟹爪蓝它这种叶片的一个特性啊 给它叶片 给它施肥的话 塑效肥的话 塑效水溶肥的话 如果是给它喷叶子 吸收效果会更加好 效果去立竿见影 我们会看到用了肥之后 那蟹爪蓝 那个它的叶片啊 它的茎叶会冒出非常非常多的嫩叶 而且这种 像是用了蟹爪蓝花多二号啊 用了这种 如果家里没有花多二号 还可以用那个磷爪蓝氈钾 效果都是一样的 它们呢 催花效果非常棒啊 像这一盆就是用过磷甲肥之后的一个效果了 看 它的一片叶子可以冒出超多花苞 那我们刚刚说的自根的蟹爪蓝 它根系若容易烂根 如果想要改变它这个特性 让它更加壮实 职业更加茂盛 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夹接的方法来种蟹爪蓝 那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叶仙啊 这个三棱剑啊 仙人掌啊 仙人球这种仙人掌科的植物 做枕木去夹接蟹爪蓝 这样呢 因为它们本身这个枕木 它们非常非常皮适 那蟹爪蓝夹接到它们身上之后呢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养分输送上去 它呢会长得会更加更加茂盛啊 这样它本身的一个 习性会更加的强健 好了 关于蟹爪蓝怎么样养才能更旺盛 我们就先介绍这几点啊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